大家好,今天我们做一个枣香味十足的开口小馒头 首先80克洗净的干红枣,去枣糊 切成小块 然后全部放入料理机 加150毫升清水 打成枣泥 然后倒入大一点的盆里 加15克白糖和3克酵母 有红糖的话可以加红糖,颜色会更好看 然后加入220克面粉 用筷子搅成面絮状 再揉成光滑的面团 密封静置10分钟 另外一个盆里加入150克面粉 再加2克酵母和10克白糖 可以使面团发酵得更好 85克清水 边倒边搅拌 搅拌至无干面粉以后就下手油 揉成光滑偏软的面团 同样密封静置10分钟 面团不需要提前发酵 10分钟以后我们开始给面团整形 先揉面团 将面团揉光滑以后 中间掏个洞 整成一个大的甜甜圈形状 然后切开滚成长条 分成8个剂子 把所有的剂子搓成圆形备用 另外的白面团也是如此 同样分成8个剂子 取一个剂子 按扁 擀薄 中间包入一个枣泥面团 然后用包包子的手法 包紧收口 收口处捏紧 然后朝下 整理一下 让馒头更立体 最后打上十字花刀 刀口不要太深 能露出里面的红枣面团就可以 然后垫上油纸 就OK了 十字切口不要太大 一会发酵还会撑开 然后放入蒸锅 蒸锅可以提前加至温热 以着利于发酵 先不开火 醒发45分钟 醒发至两倍大以后 开大火蒸 水开后计时8分钟 关火后焖5分钟再接盖 以免馒头回缩 枣香浓郁 无任何的添加剂 非常的细腻松软 口感非常棒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